你喝了 明日一早 工尚觉得信哥 就会带着情报废 回宫门之内了 我知道 你准备好了吗 但结果 没什么好准备的 如果结果和你预想的不一样呢 如果赌输了怎么办 那也没办法 有 挟持一个人质全身而退 宫门里每一个人都身不可凑 就连我们平日里看起来 最没心没肺的公子上大小姐 我们都不一定会是她的对手 那就挟持一个最有把握 一定会成功的人 谁 我啊 你 你为什么会觉得 公王会愿意为了你 而放过无风的刺客 你觉得公尚决绝你 是真的爱你 她不爱我 跟我上学只爱她自己 你知道她为什么会选我吗 因为我腰间的玉佩本就是属于她的东西 她一定会很好奇这玉佩为什么会在我这儿 所以在弄清楚答案之前 她一定不会就这么轻易让我死的 你这是在读 你这是在读 你不也是吗 我们都在读 万一读书了呢 不管公尚决在不在乎我的生死 但我相信 你一定不会真的伤我 杀了我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以你的本事 杀不了我 顶多伤我 顶多伤我 如果伤我 那就更好 伤了我 立刻逃出去 逃出去之后 如果能活下来 算你有本事 如果死了 那就更好 更能证明我和无风之间 毫无夸可 你都算起好了是吗 两只狼装扮成狗 混进羊群里 如果其中一只狼暴露的话 那么另外一只狼 就该立刻死要它 剩下那只狼 就会永远变成狗 混进羊群里 一天吃一只羊 没有人会怀疑那只假猫的狗 因为它曾经咬死过狼 你真的很厉害 如果你身份暴露的话 那么临死之前 保护一下妹妹 好吗 好 而且这只是最坏的假设 如果无风早就安排好你的身份 那么这一切 不会发生 你真冷血 我本来以为你会有感情 我们来购门是干吗的 来交朋友的吗 每天姐姐妹妹的叫来叫去 我真当是姐妹 清醒点吧你 你们没见的人 都是这么残忍吗 那你是没见过王和梁 好 林玉山姑娘 升官潜姑娘 请前往职人殿 叶已经生了 这么着急传唤我们 是要做什么 听说是两位姑娘的身份信息 已经提前被信哥送回山谷里了 好 清喝茶 大副城上官浅小姐的身份属实 没有任何异常 清喝茶 离溪镇云维山姑娘 身份不符 公二先生 请问我的身份有何不符 我有几个问题 想先问问云姑娘 你问 姑娘离家当日 家中可有遇到待人 家中的确有个盗贼行窃 丢了些金银首饰 但万幸家中无人伤亡 因何从未兵报 出嫁当日 就遇歹人恶事 我觉得有些触眉头 怕被宫门嫌弃 怕被宫门嫌弃 而且家人并未受伤 我觉得是小事 就擅自隐了 还请执人治罪 任之成情 我能理解 就查到这些 这点小事 是 就可以说他身份不符 公门的侍卫 去了云渭山的家乡 离西镇 知道这是云渭山小姐吗 带着画室的画像 向云家的下人打听 然而 却没人认出你的画像 听解宵 孙虞 这可不算小事了吧 云姑娘 你真的骗了我们吗 来 特殊 记住我说的话 无论如何 都要有此自己的身份 我自小在离析珍云家长大 画师的画像我都看了 样貌画工都很精细 街坊邻居 家中下人 看了那画像 不可能认不出那是我 我也不明白 他们为何会那样说 除非 除非你们拿去询问的 是另外一张画像 龚二先生要是认定我的身份作家 大可以直接杀我 拘我 我无话可说 但我就是离析珍 云家长女云未善 你也认账什么 你也认账什么 云姑娘身份 这不是云未善姑娘吗 多么年纪大了 眼神运发不好使了吗 画得真好看 这不是云未善姑娘吗 真的是山丫头 真是 林姑娘身份 查探无误 刚才只是一番压力试探 爱情谅解 毕竟 你是子与弟弟悬中的新娘 自然是要更加紧身 对 对了 云姑娘 你离家后令堂十分惦念 我的手下已经转达说 你在宫门一切都好 云夫人要给你带句话 她说 你能平安进入宫门 还被子鱼选中 无大命大 云姑娘在与公子身边 要尽心服事才是